亲戚家给了几个芋头 今天咱们就用芋头跟大家分享好吃的 先将三小个芋头清洗干净 操作的过程最好戴上手套防止受花痒 再去皮 去好芋头再将它擦纸丝 切好的芋头丝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切两根腊肠 再切点虾米 切好装盘备用 最后切点葱白 切好装盘备用 起锅烧油 油温六七成的先下入葱白炒香 再放入腊肠跟虾米继续爆香 爆香后再将一头丝翻炒一下 关最小火 放上个盐 再来点虾香粉 继续翻炒均匀后 关火 炒好的芋头丝装大碗中晾凉 趁这个时间调点粉糊 碗中倒入四汤勺粘米粉 一汤勺粘米粉 倒入一小碗清水 将它搅拌混合均匀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直接倒入一坨丝中 同样将它拌匀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直接倒在电油油脂的盆中 没有油脂可以直接塞上一层保油防粘 戴上手套 用手将它压实压平 盖上盖子 浓水上锅 大火煮开后 转中小火 蒸30分钟 时间到关火 将它端出 表面撒上一层炒熟的白芝麻 放一泡晾凉 晾凉后就可以脱抹切块了 吃的时候放在油锅中煎一煎 将它煎至两面金黄 就更加香了 咱们的一头糕就做好了 舀一口辣香味 意香味 还有芝麻香味 搅滞在一起 真的超级香 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